Hello大家好 我是DP 就在10天前我们录了一期关于antigravity配额降低20%的视频 结果没想到就在三天前 也就是我们上一期视频录完的一周后 antigravity的配额又降了 而且这次配额降的更离谱 在三天前我测试的时候差不多降低了60%的OPS4.5的配额 当时我都有点慌了 还记得我在上一个视频里说 我说降了20%还好不影响用 因为给的足够多 但是在三天前我发现它降低了60%的配额 我觉得就不太够用了 所以我就准备录一些视频 结果在今天录视频的过程中 我发现又有惊喜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视频录制的测试的一个场景 我会问他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which model are you? 你是什么模型 然后他会去思考 然后给出一个答复 就是我用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来做一个基准测试 然后我装了这个插件来看配额 然后我又用了之前的另外一个插件来看配额 一共两个插件 然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测试的一个过程 首先这是第一次测试的结果 就是对那个 Gimina 3 Pro High 和Gimina 3 Flash 以及OPS4.5 各发送一次请求 那么Gimina 3 Pro High 配额剩余是99.69 3 Flash是99.75 OPS4.5是99.33 然后我又进行了第二次 就是重复这边相同的问题 又开了一个新对话 又问了一次 那么3 Pro的配额到了99.06 3 Flash到了99 挺注意这两个配额消耗的还挺离谱的 我一看 Flash怎么那么消耗的那么快 然后OPS是98.67 然后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在接下来的测试中 我测试了Sonet 4.5 我们先不说Sonet 4.5 先看3 Pro和3 Flash的配额 在接下来的测试过程中 都发现它的配额又涨回来了一部分 所以得出来的结论是第二次测试 获得的配额不是很准确 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修正 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下面先来看一下 那个表单 我这边做了一个简单的表 这个是今天的时间1月9日 这是三天前的时间1月6日 三天前我进行了一次测试 我把两次请求的数值拿了下来 今天这次是把一次和两次请求的数值 都算下来了 这个是第一次请求的时候 就没有请求的时候 它的那个余额是100% 然后第一次请求以后余额是99.6 99.75 99.33 这个 然后这个是第二次请求以后的余额 然后这两个分别是两次请求消耗的数量 然后这个是 按照100%的总配额和每次请求的消耗数量 算出来的总请求次数 关于单次配额的计算 我这边也讲一下 是用这个加上这个除以3 他们这个是一次消耗的 这是两次消耗的 他们相加是三次消耗的 所以做了一个平均运算 然后这边着重提醒大家看的是这两个 也就是说在三天前我测的OPUS的请求数是 75次 然后今天我测得的OPUS的请求是150次 当时有一个传闻说有人是75次 有人是150次 所以我不确定是OPUS的请求是全部的改变了 还是说我测试的这个账号的请求获得了改变 这我没有办法验算 所以希望屏幕前的观众来测试一下 但是今天有观众给我留言说今天开始OPUS请求好像又增加了一些 是这样 最后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表单 我把它做了一个V2.0的版本 然后 其实按照 如果按照第三次请求的 就第二次和第三次请求我再次重申一下 这个第二次请求我们得到的3P是99.06余额 3Flash是99 但第三次配额第三次请求的时候我们得到的3P的余额是99.38 这个Flash是99.5 我是按照第三次来的 因为第四次和第五次这个配合没有变化 那么算出来的结果就是3P当前还是有320次请求 然后Flash还是有400次请求 SONET4.5我们先不说 因为最后说 然后OPUS是降到了150次请求 然后只是降低了17% 但是三天前它降到了75次 也就是降低了59% 就是60% 还是挺吓人的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SONET4.5 SONET4.5的数据真的很奇怪 我在这边单独开了一张表 这是SONET4.5 我是从OPUS第二次请求以后来进行的SONET4.5第一次请求 所以它的起始配额是98.67 第一次请求以后配额到了97.33 也就一次他就用了1.34 再然后他第二次请求的时候到了96.67 第三次请求到了96 就它的配额一直在变 第一次请求用了1.34 第二次请求用了2 等于每次用了1 然后再往后用了是0.67 所以我没有办法确定它的标准量 所以在这次视频里我就没有提示这个就是SONET4.5的次数 因为我没有办法计算出来 然后我觉得这也侧面的印证了一个点 Antigravity的配额目前还在变化 即使在我今天录视频的这个时候它还在变化 我们后面再等一等看它会变成最终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好的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 第一Antigravity的配额在这10天里一直在变 即使在今天在我测试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它的配额还在变 为什么呢 因为SONET4.5和OPS它不会是这么一个关系 即使用最后一次0.67来算SONET4.5只有112次请求 但OPS有150次请求 没有办法去确定它在变 第二我觉得Antigravity的推广期快结束了 也就是说它的配额一定是一个收紧的状态 具体会收紧成什么样子 我们在下一期或者下下一期视频再来看 直到它停下来为止 在停下来之前我们没有办法给出定论 最后也给出一个提醒 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一直说Antigravity的配额是足够用的 但今天我想说Antigravity的配额再改变 它应该会和其他的ID一样在不停的去收紧 是这样 好的这就是这期Antigravity 2026第二期配额分析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相同问题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 欢迎留言 我是DP 谢谢